平時玩電腦,閒閒地都會看到幾百幅合照 不如就聽聽專家教你憑相規探當中的關係吧 日本著名心理學家俊英一 畢業於東京大學教育學研究所 後來還設立認知科學研究所 研究母意識和憑直覺做出的動作 再將它們應用在營業和行銷的心理學上 他曾經就拍合照時選擇站的位置 和那個人的心理狀態作出研究 分分鐘還能夠了解團隊背後每個人的關係 俊英一認為總是站在照片中間的人 大多數是那個團隊裡擔任領導的角色 他亦是一個自我感覺相當良好 一群人時永遠自信心爆炸的人 他有粉絲 俊英一發現 突然站在他身旁兩邊的人 都是他的支持者 經常一起行事 不過右邊這位再浸茶底水 都比不上左邊這位心得領導者的歡心 而站到老遠的人 大多數都沒有想過跟領導者聊天 即使偶然站到領導者的旁邊 都會自然保持距離 下次看相片不妨猜測一下關係 其實也挺有趣的 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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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